剛才我們開完第一次的那個開庭 讓你講一下他剛才說了什麼 法官又問他有沒有恐嚇我啊 他就說他沒有恐嚇我 他只是拿椅子放生 然後法官就罵他說 啊你害怕你就走掉就好 你幹嘛要拿椅子上前去詢問 走去那個蛇肉店的路途當中 就聽了後面有人在咆哮 回頭一看才發現是剛剛的男生 而且他拿著椅子 邊拿然後邊追著我們進到蛇肉店裡面 他就直接把椅子舉起來 他就真的是要揍我 簡單來說呢就是當時我跟學妹 還有晶晶一起去華西街拍片的時候 然後就遇到這個行為怪異的男子 吃鐵意然後要追打學妹 男人包就是這麼簡單 那事發當下學妹也去警察局報警 然後對他提告了嘛 那我們也不知道警察有沒有抓到他 所以呢學妹也在爆料公社發了這一篇文章 然後我也發了一部影片 然後我們的用意就是想要大家可以注意自身的安全 那也因為這樣那個人竟然也對我們提告 所以我跟學妹也被那個人告了 那他是告我們兩個妨礙名譽 然後加重誹謗 然後還告我一個個資法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講他告我們部分 我們現在就先來講我們告他的那個部分 那事發當下學妹就是去警局 然後也順便對他提告了妨礙自由 不久後學妹又收到了偵查庭的傳票 然後就是當天的畫面 今天是10月6號 也又是開庭的日子 這算開庭嗎 偵查庭緊張嗎 那時候好緊張的喔 我做人正正當當 我們為什麼要緊張 該緊張的是他吧 搞不好就生氣耶 等一下要開完你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樣 他理由可以再給我瞎底 因為那是我先講啦 我就先說那一天的事情經過 可是我講得很簡短 我就這麼說 他在上京直接拿著椅子 追我 然後點馬的帳話變咆哮 我差不多講這樣子而已 後面就換他了 他就說他當天看到我們在拍攝 他覺得很好奇 結果他說我用不友善的眼神看他一眼 然後他覺得很生氣 他想要上前來理論 檢察官問他說 你上前理論那你為什麼要拿著椅子 他說他就是帶字 他說他覺得我們人高馬大 他就說因為他當天還帶著耳機 所以他講話聲音會比較大聲 然後後來我們進到那個蛇肉店的時候 他說他很害怕 因為他覺得蛇肉店裡面有那個刀具 他覺得我們會用那個刀 所以他才拿著椅子 講完這些我聽了 就覺得你到底在胡亂說什麼 檢察官又問我說 有沒有想要補充的 然後我就說那我從頭補充 好 停 我們出去拍因為這邊會拍到很多路人 他在拍你有沒有 我知道啊還比夜啊 那邊蹦蹦跳跳啊 可憐啊 他剛才出來還這麼開心啊 他剛剛在裡面不敢動啊 出來還能比夜耶 他在裡面還是這樣啊 爆喉放在座上這樣啊 心虛是不是 他在想啊 他想要怎麼辦啊 說我們要用刀用他 把他當成蛇喔 那當天他就是講了這些 古小生的打病 然後呢因為我怕你回來再拍 會忘記當天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就在幫學妹紀錄那個 然後他經過我就看他拿手機在那邊拍我 後來我們出去的時候 我也看到他拿手機在那邊拍 然後他在那邊畢業 很皮喔 覺得自己會沒事嘛 結果呢我們10月開完偵查庭之後 然後大概2月3月的時候 就被起訴囉 剛才我們開完第一次的那個開庭 就讓妳講一下 他剛才說了什麼 法官又問他有沒有恐嚇我啊 他就說他沒有恐嚇我 他只是拿椅子幫生 然後法官就罵他說 啊你害怕你就走掉就好啊 你幹嘛要拿椅子上前去詢問 你害怕你就報警啊 你害怕你應該離開 怎麼會拿椅子過去 他律師也是 在那邊說什麼 影片裡面那個 看不出來你的位置 所以看不出來他有在恐嚇我 有在罵我這樣子 對啊他在那邊針引說笑 就是我的法官自己也知道 他在那邊針盜啦 對啊 那我們就來問問律師 看一下他的這些答辯 到底合不合理 好那現在在我旁邊的這一位 是我們的簡單位律師 大家好 那我想跟律師請教一下 我們告他妨礙自由的話 是成立的嗎 我其實先撇除說 到底有沒有道理啊 在台灣其實簡單官起訴之後 法官判有正經率95%以上 所以其實無論事情本質如何 判有正經就是很高 那後來我有看你們的影片 確實會構成犯罪罪啊 那聽說法官還有去審一個叫做 妨礙自由強制罪的部分對吧 那可能是因為你有閃避 然後想要逃跑 那他擋在門口讓你逃不了 這樣子他會說是強制罪 因為他妨礙了你逃跑的權利 所以其實還蠻有機會構成犯罪的 可是他的態度呢是說 他就是店裡面很大啊 想要套手手手都可以跑啊 很多被告都會這樣講 就是比如說我沒有卡你啊 我沒有擋你之類 可是其實法官還是會去看現場的程度 如果你那時候很害怕 害怕到不知道要怎麼動 那連逃跑都有困難的話 其實還是會成立強制罪 不會因為電影大小有太大的差別 那其實我看影片那個電影不大對不對 他這個抗辯比較沒有太大的意義 然後他後來又辯解說 他不是對著我罵啊 他是對著我的男生朋友們罵 那男生朋友不就是 小恰嗎 所以他是認罪他罵我了 那我現在可不可以告他 他好像沒有聽認罪了是不是 這種東西叫做 搞事我不是罵他 我是罵別人 其實這個東西 理論上如果你真的能證明說 你不是在罵他 那抗辯會成功 可是不會有法官相信這種事情好嗎 在影片裡面 他就是看著你 然後不是還說 你去找我 是不是 你來回答我 蛤?你怎麼問咧? 我找咧? 蛤? 你怎麼找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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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告你 讓我心生畏懼 那其實很明顯就是在講你 這個是事實問題 保官也不是棍蛋 應該就是會怕有罪 因為我曾經在筆錄上面說過 他罵了很多東西 我有些地方聽不太懂 然後他就針對這個 來辯解說 我聽不懂台語 所以我根本就也不知道他是在罵我 我覺得這個很有創意 很硬拗嗎? 很硬拗 可是還蠻有創意 還有點道理 因為法律上是規定說 他加害你那個話語 原則上是要用講的 可是如果用動作 讓你感覺到害怕 威脅的話 其實也算是一種恐嚇 所以他光是椅子拿起來 這點做事要打你 就會成立恐嚇了 其實你應該不是完全聽不懂吧? 對啊 而且從那個態度 也可以看得出來是在針對你 對啊 所以其實成立恐嚇機率很高 這個很有創意 可是應該不會成 他還自稱他自己有精神疾病 狀況不太好 那他這樣子可以因此而脫罪嗎? 其實我覺得這有點在濫用精神疾病 因為真的 法律上規定說 如果你精神很有狀況的話 你會無罪 因為我們不處罰 像嬰兒一樣無知的人 可是其實大家要知道 那個程度要很嚴重才行 就是要經過很多個精神科醫生 認定說 對!他在犯案當下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還有一絲的機會可以無罪 那個都是非常非常極端的狀況 我剛剛看那個影片 他還說 他還知道你在蹬他 然後他還知道武器 要哪個椅子 他還知道要選你比較小隻 原則上有這樣的行為在 就不太可能判無罪啦 那當然他有權利跟法官說 我要做精神鑑定 那法官還是累給他做 只是做出來的結果 原則上應該不太可能 因此是減刑或無罪 那以上就是我們 剪刀的律師 替我們大家做的解答 就很明顯 那就是在瞎掰嘛 那因為第一次開庭 然後對方的律師就有說 因為店裡面很大 你想逃都隨時可以逃 然後跟法官說 他可以再提供那個店裡面的畫面 法官就說 好那讓他們補畫面 所以呢 我們就只好再開了第二次庭 那第二次開庭呢 法官問他認不認罪 他一樣不認罪 然後提供了一個證據 可能就是那個店裡面的照片嘛 然後他還跟法官說 他絕對不會想要攻擊 手無寸鐵的女性 不要下班好嗎 那這個新聞呢 我只是轉述的 那時候你貼那個照片的時候 有人說這個是他 然後把他貼在包的公社 那是不是本人 我不知道 有可能不是喔 大家不要誤會他喔 他們的答辯都做完之後嘛 然後法官就有問學妹說 那還有什麼要補充的 然後學妹就直接遞上了 我精美製作的PPT 因為他說店裡面很大 我們就來特地回去店裡面 然後拍當時的相對位置出來 連入口也給他拍了起來 然後店裡面的整個擺設 我們也把他拍了起來 一起交給法官 還有交給檢察官 被告我們也要提供一份給他 他看完之後呢 法官就問他說 那被告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然後他說 我想一下 那結論呢 就是不認罪嘛 然後他們的律師的補充就是 他們覺得他們沒有錯 然後所以 希望法官可以判無罪 這個結果呢 之後 會再跟大家公布 那我們現在就要跟大家講一下 他告我們的部分 那他告我們呢 就是告學妹 那一篇文 公然五入 然後加重誹謗 然後告我 也是告一樣的東西 那他要多告我一條 違反個資法 因為我在影片裡面 還公布他的前科 那我們也不用多辯解什麼 直接再請一下剪刀的律師 來替我們解答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繼續麻煩我們的前大尾律師 想要了解一下 因為我之前在爆料公社上面 有發文 然後也有把他的照片放出來 然後也用了一個小小的特殊符號 頭子在他的臉旁邊 這樣子我真的會被告成是妨害明慾嗎 你還有說他要在走 對對對 我還有說他大白天這樣是不是要在走 因為妨害明慾這個東西 他會反觀去看說 你這個目的到底是為了要罵他 還是說只是為了其他目的 如果是為了其他目的 就不會成立犯罪 那你PO那個的目的呢 對我就是想告訴大家說 小心這個人 就是有一個判決說得很清楚 就算你的用語尖酸刻薄 而且也冒犯到他了 可是如果實際上你的意圖 就不是在害他 不是要罵他 而是要提醒大家注意 或等等有關公益的事項的話 那他是不會處罰你的 所以說如果 法官相信你說我PO這個文 是因為為了提醒大家 如果法官買單 就不太會去判你罪吧 因為之前小佳在影片當中 有公佈他的照片跟前科 他這樣會被告成 違反個資法嗎 其實個資法有個前提 就是什麼東西不屬於個資法管呢 如果你是在公共場 拍到別人的臉 然後呢沒有把它 跟名字一直貼在一起的話 那是不適用個資法的 就是怎麼樣都不會成立犯罪 那如果你真的把它貼在一起 法院的看法是說啦 你一定要為了圖利自己 或是為了謀害他 為了這種目的去公開他人家的個資 才會成立犯罪 就像前面那隻一樣 對 他已經寫來清楚的 為自己的利益 或會損害他人的利益 去公開他人個資的話 才會構成違反個資法的行為 那一樣 我們都會通常跟法官說 啊為什麼我們要公開他個資 原因就是因為他是一個 羽毛偷偷人物 那我們是希望各位觀眾 可以去注意這個人 你要小心他這樣子 可是我影片有說 我也不知道這個羽男 跟那個羽男 是不是同一個人 如果是公佈魚XX的話 其實因為一般人 還是難以特定他的名字 性質可能台灣呈現上的 所以通常不會單純 因為你公佈他的行事 就違反個資法